瑕疵 出操 老闆並沒有了解到我們的操作方式 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應該會研議後會去上訴 關切跟護航 配合度要高於專業性的 這個是需要勇氣的 昨天的一個新聞 TVBS被NCC有開罰了20萬 後來呢被法院撤銷 那這個撤銷的重點就是 規定是要本來要領選19位的委員 但是呢NCC只領選了14位 當然出席是有過半數的 那當然這個就是瑕疵的重點 這個過程 我要跟主委講就是說 這個過程裡頭呢 手法其實是相當粗糙的 當然主委這邊認為是說 出席的人數已經有達到 可是我們再回 就是說報告委員 那個基本上應該是 法官並沒有了解到我們的 那個操作方式 本來這19位都已經有找 只是19位裡面來講 有超過10個人來出席 我想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我們都要判決書以後 我們應該會研議以後 會去上訴跟那個法院 因為這是法院 這個所謂的北高行的一個判決 主委 就是說我們再回過頭來講 這個是一件事情 再來我們來回顧一下 先前在審查兩家電視台 他們在申請涉案的時候 主委這邊就傳出說 您也是非常強力的 在這個關切跟護航 包括外部委員的審查意見 我們內部這邊也有流出等等的 還有包括呢 先前這邊不管是中天 被這個策案被下架 那到華視入主到52台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NCC在外界看來 我們不斷的有很多負面的新聞所影響 這個會讓我們整個NCC 我們原本是一個獨立跟超然的這個單位呢 就受到很大的挑戰 那也讓大家覺得對NCC是很不信任的 那我要跟主委講就是說 我知道在民進黨執政底下呢 官員是很不好做的 也就是呢 其實是配合度要高於專業性的 所以我要跟主委講就是說 主委您今天您代表的 就是NCC的對外的一個主導黨 的最大的一個主觀 所以能不能發揮你的專業性 我是非常的期待的 因為我過去也講過您的專業度 包括您對法律的認知 是我一直非常推崇的 但是在這裡能不能去端正 我們整個新聞的一個風氣 這個是需要勇氣的 好不好 所以我在這裡還是希望 主委在我們現在這種外界 對於整個新聞 整個台灣的社會對新聞的 他的這種不信任度 還有對我們NCC 所做出的很多的判決 慢慢的都會 大家會對於我們的主管機關 會有很多的疑慮 更需要主委您這邊做出更好的一個 決定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對餘力的部分 我們會適度以誠心 我想這個東西很多的 的確是新聞報導 畢竟是我認為是並不正確 而且扭曲的過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